北京房子放开限购 不知道 但上海有可能很快放开了 上海有可能完全放开了 没钱呀 放开有啥用啊 又不是放开一次两次了 全国那么多城市都放开了 杭州都放开了 有没有用啊 哪一个月我们整个摆成的这个房地产 销售向上了 房企 对吧 还是不行啊 放开了也没用啊 放开了照样往下 这是整个社会往下崩盘的一个东西 中国出兵俄罗斯 俄罗斯是不是可以坚持一会儿 不敢出兵啊 中国出兵北约不就出兵了 啊想啥呢 中国敢出兵北约不就出兵了 拿啥打呀 那不一下就崩了 中国不敢出兵了 放心吧 中国在背后支持支持 普京让他晚点死 让他再扛一会儿 给中国点时间空间有可能 但是出兵是不可能的 我也相信司机一定是历史上很伟大的人之一 我太佩服这个男人了 以前还没有这种感觉 就乌克兰发生战争以后这么一个态度 哇塞牛逼 喜欢 爷们 组织别着急 我得一点点坐别着急 你们太着急了 我也知道你们心情很理解度日如年的 我也着急 但是我也不能开始就把这事办 插皮了 我跟大家不开玩笑的说 什么人都有 在海外 本着什么心思要干啥事的人都有 跟你说一谈是个骗子 一谈是个骗子 十个人里面能有一个真能做点事 大家志中道合的就很不错 真的是这样 做啥东西 要不然就准备去 去去去去一块蒙别人的钱 要不然很多人就准备蒙我的钱 对吧 要不然准备打着我的名义去哪蒙钱 哦 是真的 我跟你说 这中国 中国人不外乎人家海外说中国人的问题 就中国人咋了 这个节气呢 道德廉耻呢 哎呀 我是实在不能知道说什么 张个嘴 身边一堆人碰 甭管在哪 张个嘴 就是十个亿 二十个亿 五十个亿 都能把我吓着 对吧 然后结账都得我掏钱 他请客吃个饭 我叫朋友从美国来 对吧 大家一块请客吃个饭 他说请客吃饭 十几二十个人 吃完了饭呢 那美国朋友他自己着急结账 他习惯哪去 我抢着 你叫他请客吃饭 您叫的这么多人呢 不动我 那那我这朋友不能让人家结啊 就得我去结 你说这玩意儿 你说你张罗的事儿 跟我排那么大场面 对吧 弄完了以后 我都得一个个的提防着小心的 所以你说这玩意儿真的是没办法 没办法 对啊 这个这个 巴林啊 就我喜欢那个老鹰 到巴林就待了一天 哎呀 预言的事儿 我跟你讲 真的是没 朋友还要去利亚德 我说我就不去了 真是 在国外真的 那太多次了 太多次 宅老师崇拜你 崇敬你 这个那个说的都可好了 大家可高兴了 啊那去吧 我就约 那我就约吧 啊约五六个小孩一块啊 去GW万豪 喝个咖啡 对吧 那都想见我呀 那就约呗 约完了以后 喝咖啡聊一下午 你说我这费尽口舌 给大家解决问题 解决完了呢 你说结一个咖啡的钱 啊 就真的 我跟大家 这都是国外亲身经历 然后来以后 就我掏个手机 Apple Pay 我掏个手机 生意的人 这么多人 连个表示都没有 哪怕你跟我意思意思争一下 连个表示都没有 哎呀 我是真的 我就跟你说 可下头呢 在国外接触好多中国人 现在还债 昨天我正好讲了一下啊 你们现在如果是通过房子抵押性的贷款 路口子 一定要还六个月以上房贷 听得明白了吗 六个月以下行事案件 现在新的东西 六个月以上民事案件 也就是您如果房子抵押贷款 第一个月您贷款就不还了 您房子抵押贷出钱 不管您是任何形式啊 贷的是什么明目都不重要 您贷出来第一个月您就不还钱 就会被设为诈骗 因为你贷款的目的就不是为了干事 就是为了不还钱 红线六个月 还六个月 就没事了 知道吧 还六个月以上 就是民事 就证明你最后确实没钱 还了 所以一定要记住了啊 路口子别傻 得六个月 现在是六个月 信用卡要沟通 不是六个月 是沟通 你要跟银行 你一分钱不还以后 不断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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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 翟老师 那我以后六个月以后不还了 我是不是就没 不是沟通 你可以永远不还 但是你老要沟通 态度也好 没钱 但是态度好 没钱 但是态度好 你千万别让人家觉得你不搭理他了 什么打不通 什么这个那个的 对吧 一个月沟通一次就可以 不用天天沟通 但是一定要 要沟通 别让人找不着你 很多贷款 现在确实是只还利息就可以 跟银行现在说定了 拼多多 暴跌30%不是倒闭 他的资本市场不太影响经营业绩 他如果真一件事 是因为经销商的官司的问题 拼多多被起诉的官司好像快20万件了 他们自己开玩笑说你现在要去法院去起诉拼多多打官司 要现在立案估计开庭要排到五年后了 所以拼多多涉及的案件太多了 所以这种案件的封控会导致在资本上一直不行 最后被强制退市 可能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官司问题 而不是经营的倒闭问题 不是经营倒闭问题 现在适合去哪个国家 看你自身条件啊 大部分工作签 看你自身条件 好吧 我跟大家讲一下政治避难 在美国现在申请政治避难也很不容易了 投机 我上次跟大家讲过 很多人都是投机 所以在美国不能证明你长期从事这样的工作 美国政府会把你遣返到第三国 他不担名字 就是他不说把你遣返回中国 他把你遣返到第三国 你也会很惨 咱们都知道 现在中共很厉害 咱们都知道比如说在新疆的问题上 很多台湾的大V都在帮中共说话 所以就是中共维稳很厉害 中共渗透很厉害 所以导致美国也担心很多所谓在美国政治避难 实际上都是共产党的人 都是中共的人 这样的情况下来出的这个东西 三年后毕业再润来的急吗 你好好上学吧 你别想润不润了 你好好上学吧 你好好上学 不要润了 这问题 英语够强 人工智能博士有顶堪问文 推荐哪里移民 那你就到美国去呗 你博士有这么强 特殊人才引进美 去美国呗 你这样东西澳大利亚分也不会少拿 澳大利亚移民的分也不会少拿 你这个世界上的国家都可以选 每家英澳新 我觉得美国首选 外资会全部退出中国 正在退呢 你们现在为什么看到人民币跟美元这个比例 还不明白吗 有人说为什么现在外汇这样 不就外资在拼命退吗 外资在国内运营全是人民币 听得明白了吗 如果现在人民币对美元价格太低 比如八到九 那外资不就赔疯了 幸亏海外的离岸人民币能打杠杆 所以只要把离岸人民币通过 期划杠杆打成比例来 国内外资撤离的时候 人民币换美元 我不都讲过多少次了吗 就能多换 减少自己损失 所以所有的时候人民币什么暴跌 就等现在这些外资撤离 撤撤撤撤撤 等都撤了 撤的差不多了 那你就看人民币 就这个大潮退去 谁在裸涌了 知道吗 对啊 都在遣散吗 都在撤 都在从中国走 中国已经是多事之秋了 大连银行完蛋了吗 中国现在目前的银行政府 都不敢让这些银行直接倒闭 引起的社会震荡 接受不了 所以这些人真出问题的时候 都会向上合并报表 话归一个东西 只会限制你们的存款跟取款 明面上这种大银行 不会轻易倒闭的 对 飞机老板被抓了 对 这个代表什么 告诉大家 这个世界上 有没有真正的民主跟自由呢 没有 听了明白了吗 也就是一个人 你只能寻求有限度的民主和自由 我们人类活在地球上 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真正的民主跟自由 那你民主跟自由的程度是什么来的呢 你掌控这个地球上的权利的多少 来决定你获得民主跟自由的情况 你是地球的大独裁者 地球上全被你独裁 你就在地球上拥有百分之百的民主 跟自由 那别人就是百分之百的没有民主和自由 明白了吧 free is not freedom freedom is not free 是同理的 所以呢 为什么 这个 那你在俄罗斯的时候 普京让你干的 你不干 你寻求民主自由 你出来到西方 西方人干 你也不干 那最后这个地球上你怎么办 他可以向马斯克寻求飞到火星 飞不上去 那被抓就很正常了 没有绝对的民主自由 一定要记住了 在哪儿 其实都得低头 有限度的民主自由 剩下的要低头做人 英国现在是不是反对黑人跟移民 这个对您生活也没有影响啊 我从来没感觉到过英国反对黑人跟移民啊 就是那么多 国内都说英国打砸抢了 丝毫没有感觉 我也不知道说的是哪个城市啊 对啊 这些地方 什么伦敦啊 很多地方没有啊 我问了身边的人也没有啊 就是不知道中国的新闻里面的英国 和我生活的英国是不是同样一个国家 就是好多时候在中国的那些新闻里看到的英国发生的事情 我生活在英国 就很多城市老经常乱回跑 都没遇见过 所以我也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在同样一个英国 财老师黑化悟空的出现可以带动一波国内经济 你这边瞎说的吗 黑化悟空一共产生回收多少钱 啊 26个亿前一段时间 那是个啥钱 你知不知道腾讯一款壁纸能卖多少钱 不是 这叫什么 衣服吧 就是比如说这么游戏里那是叫衣服还叫什么 能卖多少钱 啊 这一点这个收入还不是利润 26个亿的收入算个啥呀 26个亿的收入 在一个财政收入 几十万亿的二十多万亿的国家里他能带动啥经济啊 那皮肤皮肤 你们大家都明白 一款皮肤在全国能卖多少钱能卖几个亿啊 啊 人家出一款皮肤就能卖几个亿 你干六年 投好多个亿出一个悟空 你才能收入26个亿 人家五款皮肤比你收入就高 五款皮肤就比你这个什么悟空高 你他能带动经济吗 但是他的收入是不是比你的悟空高多了 所以为什么这个黑化悟空现在基本就要散了 因为所有的研发组被大厂全高薪抢走了 画画的人 对吧 为什么你一个月在这你画原画师 你一个月五万 大厂给你五十万 你去不去 有人说大厂也要出悟空吗 不出啊 人家出什么悟空啊 人家只要把这些人都高薪拉走了 你黑化悟空就玩不下去了 就没法出后续了 就够了 大厂的经营 人家有自己经营策略 不会去因为你这么一个产品产生什么相关的概念 听明白了吗 逻辑不一样 我不玩 我哪有时间玩啊 我不玩 我没有时间玩 俄罗斯和中国哪个先锋 肯定是俄罗斯啊 俄罗斯肯定是闲完蛋 这个不用去想 好吧 香港现在你想想这股市怎么办呀 香港股市怎么办呀 就现在这个样子这几天 对吧 你哪有流动性啊 香港股市还有流动性吗 香港不行了 你们看看这几天的 这个你们不知道吗 撤资撤成这个样子啊 在资本市场这个样子 香港不行了 谢谢大家听我瞎嗶嗶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